小姐 那各位同心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齁 這間課由我們楊婷瑄 楊講師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齁 這一期 很開心齁 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可以在這個時間來加入民政府 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刻最需要的 因為即將執政 所以我們在人事的部分 有很多一定要趕快的盡快就緒 今天大家應該都有看到我們那邊教室是不是有很多都穿跟我一樣的 幾袋棚 有沒有 看很多人 這個就是現在在針對每一個職務 我們都要趕快加強 第一個 我們的專才 然後各個職務都必須趕快就定位 這是現在 民政府裡面每一個 人都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各位同心呢 希望現在在場的各位同心可以趕快盡快的了解法理 我們從昨天到今天 目前為止 應該有過很多老師的課對不對 覺得 對我們 整個台灣的歷史有沒有一點點的概念 但是 有沒有還很混亂 有沒有越聽越混亂 的感覺 不會喔 有的比較 知道以前歷史的 那個我們比較長一輩 有經歷過一些 之前啊 很多什麼 二八還是什麼的 他們可能 一講這個東西 他們就很有概念 可是 很有可能年輕的一輩 會跟我當初一樣 我當初喔 是政治 所以 我當初一聽到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法理論述的時候 其實是 上完課喔 我真的 不是很清楚 很混亂啊 所以 我想要先問問看在場的 有沒有是自己看網路來的 有嗎 有一位 還有嗎 自己來的 自己看網路啊 看報章雜誌來的 有 很有智慧喔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沒有 一定有的啦 有啦 一個 被逼來的 因為被逼來的 跟我一樣啊 我當初也是被逼的 我是 給我媽逼來的啦 我也就跟我們說 欸 隔壁有一個阿姨啊 跟她說 台灣喔 要換政府了 然後我媽就跑來跟我講 我說你不要聽那啦 有可能 你想有可能 不可能嘛 我就跟她說 不可能啦 我說你不要聽人家講 講一些什麼 那些團體喔 我們好好的過日子就好了 不要去參加有的沒有的 過了一陣子 隔壁大人又來了 欸 不然喔 你們去我們那個 周辦 新竹周的周辦公事了解一下 我媽就跟我 把我交啦 我說 賣啦 我賣去啦 我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啦 政治能感啦 然後我媽就說 阿不然你不要去聽 不然 辦一張身份證嘛 然後我說什麼東西呀 我就陪他去喔 怕他給人騙 我就陪他去聽 聽完之後出來 我媽就問我說 欸你聽我 我第一次聽到 流亡政府 到大學那個 中華民國的歷史 我沒有聽過什麼叫流亡政府 應該有很多人知道 如果有在關心台灣國際地位的 很多人會知道 但是對於我這樣 可能比較年輕一輩 然後又政治能感 不太關心國家死活的那種的 我說流亡政府 第一次聽到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什麼東西 不關心 不了解 然後就不了了之了 結果過一陣子 隔壁大姨又來了 欸 叫你男朋友去上課啦 我媽說 有可能 你怎麼有贏嗎 你叫他去 你叫他去上課 上課後 這裡看喔 是真的還是假 上課去聽聽了呀 回去他也能告訴你說 是真的是假的 我媽就發揮他的那個 很如的功力 早上把暗時一直把我錄 你去上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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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會啦 你去上啦 你上一上 再回來告訴我們說 是真的還是假 啊我就 沒打什麼 沒辦法判斷 我媽越說 好像越可能 我說 好好好 有效有沒有 我說好 我去上 我來上初級班啦 我來上初級班 一上完 三天兩夜嘛 上完大家猜我相信了沒 沒有 我馬上就相信了 因為 其實 我的個性 有單純 單純 我聽一聽 我就覺得 他講的那個 法理論述 好有道理喔 然後我也沒想太多 我就相信了 我不但相信了我初級班一上完我就馬上去跟我朋友講 我馬上去跟他分享我朋友就跟我講 隔天 過了一個晚上隔天你就打電話給我 欸 我跟你說 你齁 實際你十幾年 你絕對 讓人騙了 我說你怎麼這麼說 因為 我太了解你了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我說是呀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你都沒有上網去查 台灣民政府上面就寫是詐騙集團啊 啊上面就寫很多東西你都沒有去看 結果他講這個我有辦法反駁他 我就說 這樣我比你腳騙 為什麼 台灣民政府成立幾年了 不是一連兩年的事情 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博士碩士老師醫生律師很多吧 比我聰明的人大有人在 他們都相信了他們會沒有問題嗎 一定有 我說不用輪到我來提出啊 我是比較敏堂啦 我就好 前人重數後人乘良啦 我有問題我去問他們就有答案了嘛 我這樣是不是比較敏堂 我就說這樣我比你腳騙 我絕對相信一件事情有正反兩面 你只看到負面的嘛 可是我看到了正面啊 所以我有 辦法告訴你說 我能夠去判斷這件事情是真是假 用我自己的人的智慧 因為看到了正反兩面 可是當你只選擇 看到負面的時候 請問有立場可以說嗎 沒有 你一定得正反兩面都看到 你才能夠 有用你的智慧去判斷說他是真的是假 所以 台灣的歷史啊很重要 我剛上完 初高級 我也不是 非常的 很清楚 這個法理論述 因為他必須 一直到我 有人一直鼓勵我去考俊首 我是一直到 去考俊首我就讀新台灣論 我從讀了新台灣論裡面我才找到我自己的問題的答案 所以當我好來上這個課的時候我都會盡量講說 你的出發點的立場如何解釋得很清楚盡量讓大家能夠了解 台灣民政府 法理論述 台灣現在的國際地位為什麼是日水美戰 剛開始吼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 Boring無聊因為他畢竟 裡面是講一些台灣的歷史 可是你會發現 跟你從小到大喔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70年的教育 所讀到的 感覺到的 聽到的 其實是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現在先來看到 大家有看過這個地方嗎 知道是哪裡嗎 台灣嗎 是台灣嗎 好像分成三塊對不對 這個在13、14世紀的時候呢 歐洲人 有一個名詞叫 它是一個美麗的意思 那美麗的意思當他們 開啟盪航海的時代的時候 來到了 台灣這塊寶島的時候看到 哇 有這麼美麗的島嶼 所以 所以將 FORMOSA 賜予台灣 所以大家知道 台灣以前叫FORMOSA 美麗的意思 這個是我們最早的航海圖 因為航海技術還不是很好 所以 把台灣切成三塊 但是這是我們最早期的台灣的地圖 那大家知道 最早活動於 FORMOSA 台灣 這一塊土地的外來民族是誰 猜猜看 高砂 高砂族算是原本居住在我們台灣的住民 那外來呢 荷蘭 還有呢 西班牙 葡萄牙 葡萄牙 差不多吧 這都是我們學到的歷史 結果最早活動於台灣的是誰 最早活動於 FORMOSA 這一塊領土的是 日本 在13、14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在 FORMOSA活動 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的 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這一塊領土上 活動跟居住 這都是文獻上找到的 剛剛有人講到荷蘭 荷蘭啊 他當初要進來台灣這裡 做 活動的時候 他都還必須經過 德川幕府的同意 每年要向 日本的德川幕府 進貢3萬張以上的陸皮 才得以或許進來 FORMOSA這塊島嶼活動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荷蘭他要來台灣 因為當初大航海事紀 開發的時候 西方人最喜歡東方人的什麼 絲綢 瓷器 所以對他們來講那個相當於 黃金一樣有價值 所以荷蘭他也想分一杯羹 那他要找什麼 轉運站 他要找一個連接他東方跟西方貿易的一個轉運站 他就開始選啊 一開始選澎湖 結果當時的大明國 他覺得澎湖喔 離我們 太近了 有一些威脅 所以 他就把他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 荷蘭他重選 那選哪裡 台灣 台灣 那請問 荷蘭啊 他當初選了台灣作為轉運站是不是因為有經濟利益的考量 那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不會 大家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就是在講他們 所以當初 他們在治理台灣的時候 是 沒有好好的管理台灣 也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為什麼我會強調這個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在16、17世紀的時候 台灣已經奠定 為重要 經濟枢紐的一個地理位置 可是在這個時候 中國呢 的汉民族 他們發展了沒有 沒有 他們連地球是圓的都還不知道 這已經開始有文明上的落差 文化上落差 這都會造成我們台灣以後的歷史事件 所以到這邊 一開始 最早活動於台灣的民族 大家一般會覺得是西班牙 荷蘭啊 可是其實是日本 為什麼 我們讀的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歷史裡面 會我們這樣的概念 到底有沒有捏造歷史 慢慢的你就會發現 現在開始 你要放大檢視 你從小到大讀的歷史 不是你眼見就一定是真的 我們通常一般是沒有去求證 讓你打三我們就打三嘛 對吧 所以我們台灣 FORMOSA一個 大概的政權輪替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之一 1945年10月25英戰敗 被中國人佔領到 今天 這是我們FORMOSA 大概一個政權的輪替 那我現在請問啊 荷蘭他在治理台灣的時候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荷蘭有下管轄的範圍在哪裡 只有區域而已有沒有 他有 有下管轄範圍不及於全島 所以他沒有擁有過 台灣的主權 所以包括像大家知道 他當初有在 台灣建設他的一個 軍事基地嘛 勒蘭遮城 就是現在台南的 安平古堡 有去看過 那還有我們淡水的紅毛城 那也是他們重新有修建過的 所以這都是他們遺留下來的一個 古蹟 治理過台灣的一個古蹟 但是他們並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因為管理範圍並不完整 那當 鄭成功 大家知道對不對 他把荷蘭趕出台灣之後 那他擁有台灣的主權嗎 也沒有 大家看到這個 他的有效管轄範圍也只有紅色的這樣一點點而已 他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那大家知道 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走 為了解救台灣嗎 為了 反清 負民 有聽過 反清負民 所以 為了反清負民的這一 意義存在 請問 他來到台灣會建設台灣嗎 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不會 他自己想要反清負民都來不及了 所以他也沒有好好的治理過台灣 然後呢 擁有台灣的主權也不完整 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真正的主權 有沒有看過這張地圖 有齁 是哪裡 台灣 台灣 在 1683年 大清帝國 佔據台灣的時候 他又把 鄭成功 趕走了嘛 請問他 有擁有台灣的主權嗎 為什麼 是嗎 一直到 1895年 大清帝國 對於台灣領土 有效管轄範圍 不給予 FOMOSA的全島 僅限於 六個漢人 屯肯區 就是 西半部 那為什麼東半部 沒有統治 因為有英勇的高砂族嗎 賽德克來有看過嗎 來我的獵場就 砂頭 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原因 大清國治理台灣多久 212年 這樣有久嗎 很久 很久 其實這麼久的時間 應該可以 完全管理台灣才對喔 可是為什麼 他的管轄範圍 只有西半部 交通不方便喔 這個是 可以克服的困難 可是為什麼 不克服 原因在哪裡 在於 大清帝國對於台灣的認知 我們現在啦 外面的一般人 所謂的大清帝國就是 他們所謂的祖國 當時呢 大清帝國收復台灣 就是把鄭成功趕走 然後 佔據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想說 大清帝國皇帝就覺得說 我不想要台灣 不想要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啊一直以來是部落 形態存在著 所以一直以來他不算是完整的開發 我們剛剛講到荷蘭 鄭成功 都沒有建設台灣對不對 所以台灣 到 大清帝國的時候 他都認為台灣是一個 荒蕪的 化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錢 管理要不要人 人要不要薪水 都要錢要錢要物資 所以他不想要台灣 覺得很麻煩耶 而且他們還是鎖國政策 他們沒有去發展 海外 的這個活動 所以他們的視野還很狹窄 曉得 其實台灣 離他們很近喔 他感覺很痕耶 可是呢 這時候 香港這個建議 他說 為了怕 台灣又被人家 作為 反親復名的基地 我們是不是把台灣佔據起來 那佔據起來 我給你一個建議 皇帝我給你一個建議 用班兵制度 不用錢 什麼叫班兵制度 三年為期 管理的地方要不要文武官員 那個麥克風 有 有 我怎麼覺得他一直在跳 沒有 我錯覺 我一直覺得他聲音 好像忽大忽小 沒有 喂 沒聲音 有 好 所以剛剛可能是我的錯覺 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們 他 講 班兵制度啦 三年為期 文武官員 我們先講文官 你喔 來到 台灣 做官 三年 回來 中國 我就幫你升官 但是呢 你不可以把你的家眷帶去 扣押 因為我怕你去那裡 跟當地的人結合反親負民 然後呢 你來到那裡 三年一定要回來 我們講船啊 車程好了 大概來到台灣 定居 差不多扣掉半年 熟悉一下 當地的人文環境 鄉里 要不要一年 要吧 然後等你開始要寫建設藍圖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你要回去了 而且他不讓你留 你的親戚朋友家人 都在那裡 那 你會好好的治理台灣嗎 不會喔 能貪污就貪污喔 因為這個地方不是我的地方 地廣 人稀 物產豐饒 非常好 適合貪污的好地方 然後呢 武官 大清國派誰來 他在他的當地召集了 午夜遊民 然後 一樣 三年為班兵制度派來台灣管理 那他會好好的管理嗎 是不是結合起來 一起欺負台灣人 一起貪污 所以 212年 大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喔 這是 大清國在台灣的時間 一直發生的狀況 沒有好好的治理過台灣 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所以 這就是 在外面大家記憶中所謂的祖國 大清帝國一直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的建神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在佔領Formosa的時候 西半部 204年後 宣佈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版圖 這句話有沒有問題 請問他可以將台灣併入 台灣版圖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對不對 他擁有的有效領土管轄範圍 是不是只有一半 所以 我們從來就不屬於中國 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有沒有被影響什麼文化 有 大家心裡面一直覺得 難道真的沒有屬於過中國嗎 沒有 我們被衝擊了很多的文化 被衝擊什麼 你們想喔 美國 大部分的人姓什麼教 基督教 日本 也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吧 拜神社嘛 台灣呢 台灣是不是有基督教 有佛教 有道教 有很多不同的信仰 可是 為什麼台灣 也是同樣一塊土地啊 為什麼他會有 不同的東西方文化 這就是台灣的歷史 因為我們經歷過荷蘭 大清國 所以我們融合了東西方的文化 那大家知道 原本屬於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的平埔族跟高沙族喔 當初我們是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一個部落 雖然 譬如說阿美族啊 泰雅族他們彼此之間語言不是非常相同 但是他們都有 共同的 共同的什麼 母系社會 那宗教呢 拜悟教 沒有族性 不會祭祀祖先喔 沒有文字跟沒有書 只有代代靈魂不滅的傳說喔 他們的傳說都是用口耳相傳 這個就代表 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有建立過一個國家 台灣 因為你必須要有共同的語言 你要有文字 你要有書 你要有制度 但是部落之間一直沒有統一 所以我們才很容易被外來的民族給侵略跟統治 造成現在台灣的東西方的文化 當初荷蘭統治台灣的時候雖然他沒有好好要治理台灣但是他有一個 通商的重點 然後還有一個傳教的重點 所以我們大家現在很知道我們的高砂族大部分都是信仰什麼 基督教 對 那還有呢 接下來是什麼 端午節對不對 不會搞嘛 快快了嘛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清明節 中元節 七夕 全部來自於 中國 他是本土台灣人原本的信仰嗎 原本的節日嗎 不是 這個衝擊有一點大 但是我們要知道 但是我們要知道原本台灣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我們融合了東西方的文化 所以啊有個重點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們現在選擇的是 我們將東西方最好的東西都拿來台灣用好不好 包括制度 包括文化 如果 燒金紙 會影響大氣層破洞 我們改成鮮花是不是也不錯 我們可以 創造台灣 真正的文化 最好的文化 我們把東西方最好的文化都拿來台灣用 好不好 有沒有一點 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受到中國 影響什麼 我們最早期 就是 靈魂不滅 我們也代代相傳 所以荷蘭 跟中國 受到 他們的影響的 造成現在的文化 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這樣集體潛意識會造成什麼 一整個世紀的魔咒 所以 各位同心有沒有發現 應該有很多 人家 一開始在跟你講的時候 你不是感覺 不可能嗎 這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被洗腦70年這麼久 有沒有看過這個 一八九五年大清帝國 八八八八八八 這個看起來很像什麼 土地權壯 有行嗎 這一張就是 台灣跟澎湖的土地權壯 在 1895年 大清皇帝 跟 日本帝國的皇帝簽訂這一個條約之後 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再將台灣跟澎湖 出去 除了這個條約之外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再將台灣跟澎湖 出去 我們更讓給日本天皇之後我們就進入什麼 日治時期 在這裡啊我問大家日治時期你有沒有一個 上了台灣民政府幾堂課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說 你台灣民政府啊 人都說 日本對我們好 好 不過啊我記憶中啊 好像我們台灣人也有抗日 有沒有 有齁 因為我當時就有這個感覺 所以 為什麼呢 因為日治時期它分為三個階段 大概多久50年嘛 前期大約二十幾年 中後期大約三十幾年 那前期二十幾年的時候呢 剛開始 我們抗戰習慣了嘛 所以日本要進來台灣的時候我們也要抗戰一下 有看過這個 這是什麼 第2個 倒菜的 第2個倒菜的 他在幹什麼 打日本兵 打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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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武官喔總督一開始後騰欣平進來的時候喔 他一進來台灣喔他的兵齁就死了三四千個 為什麼 第2個倒菜都打贏了嗎 怎麼死的 被槍打死的 第2個倒菜都而已沒有槍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 病死的 為什麼會病死 台灣喔 很髒 很髒 很亂 很落後 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為什麼 經歷荷蘭 正成功 大清國 大清國統治台灣還212年喔 所以台灣經過200多年 還是落後 那 我們的 經濟奇蹟跟 亞洲四小龍怎麼來的 什麼時候建設來的 日治時期來的 日治時期來的 在這個時期呀 你無法想像到底做了多少的建設喔 但是我們在這時期 日本啊 對我們還是一樣 台灣民主啊 他還是有一個 適可殺不可擄 適可殺不可擄 來包 包講我們的台灣 人民的這個血統 所以代表喔 我們台灣人民流的血統呢 一直以來的抗戰的那個精神 是非常可嘉的 厚騰欣平 他一開始來到台灣 他必須用 殖民主義來控制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 台灣這塊領土啊 奇怪 怎麼只有西半部 有被 統治過的痕跡 所以他問 伊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詢問 東半部怎麼辦 美國告訴他 你必須要像我們一樣 統治印第安人一樣用無力征服 所以 他就用無力 征服我們的東半部 必須先統一之後 取得完整台灣的主權之後 才有辦法下制度跟建設 因此 我們的 戶口普查 生物學 科學 農業 工業 衛生 教育 交通 警察 做了很多的發展 問看看齁 在場有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你們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有叫你們去申請什麼 什麼時期的 日治時期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期 為什麼是申請日治時期 對 因為大清國時期沒有戶籍騰本 有恐怖嗎 212年他完全不關心台灣人的死活 好 我不關心你 到底住了多少的人口 一直到了 日治時期的戶口普查 他給你 家家戶戶 你家有幾家家的 都給你 清清粗粗 所以我們 申請的是 日治時期的戶籍騰本 包括 到現在 剛剛有講到十大建設 知道 日本啊 在台灣的建設啊 一個建設藍圖是幾年 對 不是10年 不是20年 他畫一個建設藍圖 100年 台灣到現在啊 還有很多的建設藍圖 都是沿用日治時期的建設藍圖 你們想 我們如果沒有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統治 台灣到現在不是現在 這樣而已 會有多發達 所以到了1904年 37年 台灣 已經可以完全自主了 這代表什麼 我們的建設啊 甚至比日本的內地還要先進 當時台北下水道 是亞洲的第一 這樣有夠嗎 很夠的 台政可以自主 這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荷蘭 也不要建設 鄭成功也不要建設 大清國也不要建設 因為落在台籍 可是 沒有眼光 台灣是個寶島 物產豐饒 一年三收 這麼棒的 地方 你只要好好的建設它 我告訴你 它不但成為了 可以經濟自主的 可以經濟自主的島嶼之外 它還成為了日本的大米昌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樣日本是不是比較有眼見 所以到1904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自給自主 自己可以把自己賜完 那 我們到中後期的 30年呢 田建智郎換文官田建智郎統治的時候 他跟當 像 袁靖 他們做一個 內地延長的主義政策 他們想說 台灣 真的不錯 我們把它納為自己的國土好不好 好啊 怎麼不好 那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必須有一些條件 他要先實施 所以 他 採取了一個 內地延長的主義政策 同化政策 我們要有共同的信仰 讓台灣人如日本一樣效忠天皇 日台共學 然後好好的建設台灣 任用八田與一 大家知道八田與一嗎 有沒有聽過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功臣喔 你看他的頭髮這樣有沒有 吐雷 當時啊 他就坐在 大家知道 銅像在哪裡嗎 烏三頭 對有去過喔 媽 有漂亮喔 他就是這樣吐雷有沒有 看著台灣的土地 然後在那裡想 我要怎麼樣 讓我的灌溉工程可以綿延數萬公里 因為他的工程造就了台灣的 漁米之鄉 有沒有很偉大 台灣現在可以這樣物產豐饒 他功不可沒 所以 加南大駿 屋山頭水庫喔 桃園大駿都是那個時候 台灣現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屋山頭水庫甚至是世界第三大水庫 世界的喔 有很厲害嗎 在那個時期台灣就已經 很棒 所以台灣的經濟奇跡什麼時候奠定的 日治時期 亞洲四小龍的基礎什麼時候奠定的 日治時期 我們交通運輸方面 南北的中貫鐵路喔 機場 開發全台的電力 水力發電 火力發電 還有資訊傳播 有效的資訊傳播網 這樣才叫做一個 真正的國家 有制度 有文化 有信仰 然後還有 娛樂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 所以代表什麼 在我們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啊 台灣的經濟 非常的穩定 建設 非常的發達 那那時候呢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還沒有成立 而且我們跟中國的落差 有一百年以上 這樣的落差你可以想像 當我們被他統治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慘案 很可怕 所以當時我們已經建立了 各級的行政司法 警官警察 護政農會 金融財政體系 及 普及全島的 初級教育 這很重要 代表什麼 所有的人 都有 啊 你還會隨地 大小便嗎 不會吧 啊我們有沒有 看新聞 中國到現在 不知道在哪一個國家隨地大小便 有沒有 是不是文化的落差 啊 到現在好像進步的都還很少 可是我們在這時候普及全島初級教育 他也會造就以後 一個事情 被接管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 普及全島初級教育有多麼的重要 大家有看到這些學生 貴則在幹嘛 讀書 有沒有訓練武士道的精神 我們現在很好 都坐在讀書有沒有 所以這時候 從小學生他就開始培養你武士道的精神 這一張 有沒有很漂亮 鞋子有沒有很漂亮 這張喔 我也看到的時候 他跟我講喔 欸 那個時候 他都有鞋子堂穿了 啊我那個 我小時候 他小時候 都沒有鞋子堂穿了 我說 你的時候 絕對不是日治時期之前嘛 一定是日治時期之後嘛 那日治時期有鞋子可以穿 你的時期沒有鞋子穿 那你是什麼時間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來到台灣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間 那時候沒有鞋子可以穿代表什麼 退步了嘛 那時候啊很多人餓死街頭 這一張呢 是在台灣喔成立第一所 由台灣人就讀這個小學 然後他們打贏日本的 小學生合影留念的 那打棒球代表什麼 代表 你吃的肉 穿的手 又有時間去 打棒球 對吧 你如果是吃的肉 穿不穿不穿的去打棒球 還會畫畫嗎 陳陳波這個人很有名 入選那個 日本帝國的那個地展 那他這個 也代表什麼 你有發展了文化 藝術 因為你們大家的經濟都很穩定 才會去發展這麼多的 對不對 文化跟藝術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麼死的 之後會講到 現在有看到這一個 1895年清國 大清國統治下的台灣 有落差嗎 日治時期50年而已 一個212年一個50年 有很多嗎 會有差嗎 200多年跟50年 有心治理跟沒有心治理 差距很大 終於 我們的日本天皇下了一個 詔書 他經過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經過了很多的努力之 他下了一個詔書 在1945年的4月1號 頒布了 明治憲法 從此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有一個先例 剛剛是不是有看到一個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啊 那時候是不是 他簽下官條約的時候 割讓台灣跟澎湖 但是他還多割讓了一個地方 遼東半島 這時候有三個國家出面看 等一下 遼東半島是大清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掛給你日本 所以日本天皇 遵照了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又將遼東半島 簽訂了遼南條約 割還回去給大清國的皇帝 這叫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遼東半島當時是 滿清的奉天 他們的起源地 因此 神聖不可被分割 那當台灣跟澎湖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的時候可以被分割嗎 不行 這個是日本的地圖 日本 有沒有看到台灣 在日本的地圖裡面 除了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之外 我們 從下官條約到現在 也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沒有再簽過篤地權壯 然後依照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賦予台灣人 參政權 下達兵令 在台灣實施憲法 一切的程序 完全合法 取得台灣的領土主權 所以 台灣的領土到現在還是屬於誰的 日本 是很謙虹的 可是現在大家有一個時間錯亂的 概念喔 在哪裡 我剛剛是不是講 1945年 辦不明治憲法 可是1941年的時候發生什麼 美日太平洋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發生戰爭的時候 你也衝什麼 逃命 有沒有 保命而已嘛 你還會關心 你的領土 是屬於誰的嗎 這個時候喔 你沒有太大的 法 跟 去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那時候發生了美日太平洋戰爭 可是很可憐的喔 我們麥克阿瑟 將軍 在1945年的9月22號 就頒布了 一般命令第1號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日本投降嘛 1945年4月1號 頒布憲法 1945年9月2號 投降 這樣幾個月 短短幾個月而已喔 可是短短幾個月 台灣還是屬於誰的 一樣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麥克阿瑟將軍當時喔 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他頒布一般命令第1號 他想要將 日本無碼分屍 我要把日本齁 拆開 因為 因為日本當時雖然強 還偷襲他們的 珍珠港 怎麼分屍 因為我怕你再度崛起 他把 北方四島給俄羅斯戰管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 由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 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 交給 蔣介石集團 代理占領 蔣介石集團代理占領 他來到台灣 台灣 大家想為什麼美國要交給他 其實喔 當時美國沒有太大想法 他只是想說 華人或許會散代華人 他比較單純啦 然後 蔣介石集團跟他又是同盟國 想說 應該是 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在蔣介石集團呢 來到台灣 的之前 有兩個月 台灣 沒有政府 請問 台灣沒有政府會發生什麼事情 動亂 要不要搶劫 要不要搶劫銀行 7 星巴克 當然啦 怕你們睡著 所以 搶劫嘛 動亂嘛 結果你想呢 兩個月的時間 完全沒有動亂 為什麼 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跟過著讀書的五四道精神 讓台灣在兩個月無政府的狀態下 成立自衛隊 好好的 很有秩序的 管理自己 很難得吧 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做得到的 這樣子有文化素養的台灣人 當蔣介石集團穿著 炒鞋 破米窯 來到台灣 然後那個兵啊 跑去那個雜貨店 跟他買了一個水龍頭有沒有 然後回家啊 把牆壁挖一個洞 然後把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轉 然後又把水龍頭拔起來 跟那個雜貨店老闆娘 你這個東西壞掉 這樣有行嗎 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的文化水準 來 管理台灣 請問會發生什麼事情 二二八屠殺 這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當時台灣的文化素養 跟他們的文化素養落差 非常之大 大到你來到台灣 天啊 蔣介石來他們來想說 台灣 好地方 有錢 人人有錢又好養 然後地廣人稀 600多萬而已 沒多少人 很好人 台人都很好人 所以我要把台灣 站為己有 1946年1月12號 你們現在大家都有這一張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他用一道行政命令 沒有經過你們的同意 就將你強迫 從日本天皇的皇民 更改為他的國籍 犯法 因為他想要佔領台灣 然後呢 一定會發生嘛 二二八屠殺事件 終於在 1947年的2月28 日治時期 他培養了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有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藝術家 碩士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就在二二八 全部屠殺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 層層坡 他出車站的時候 就被抓起來雙手合掌 然後從手掌中心穿過去 跪在 車站前面 跪地 就地槍決 沒有原因 我有時候 講到這段歷史 我都會覺得說 當初 我是政治能感 二二八事件 對我來講 只是一個 歷史事件 我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當你知道 我們 有兩萬到三萬精英 他可以組成一個 堅強的內閣 一個堅強的政府 議會 結果就這樣被屠殺掉 剩下的人呢 用世界上歷史上最長的 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 白色 戒嚴時期 將你們現場在場的人 全部洗腦成功 可怕吧 你還敢講話 晚上你就不去 就用這樣的戒嚴時期 幫你們 全部洗腦 然後 台灣人的人民財產呢 四萬塊換一塊 另外 我弟弟齁 他 算還蠻聰明的 台大升 我在跟他講這段歷史的時候 他跟我說 四萬塊換一塊 競雄啊 因為你物價通膨嘛 你物價通膨一定要用四萬塊換一塊啊 要求人啊 我說 我那時候齁 剛上完初高級 我沒辦法回答他 可是我現在可以告訴他為什麼 因為 當時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 中華人民國共產黨 在國共內戰 自家兄弟在中國打仗 要不要錢 打仗要不要錢 他將台灣所有的物資收刮一空 全部運去 支柱他的 國共內戰 請問物價會通膨 四萬塊換一塊 大地主變小地主 三七五檢株 我們讀的歷史好像是 三七五檢株那些好像好像是不錯的東西 事實上呢 用這一些 用這一些制度公然 搶出人民的財產 台灣人其實很好 經過這一段歷史之後 我們也 不可以堂青 多少人餓死街頭 講到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心是會痛的 以前沒有太大的感覺 現在覺得 你要為台灣這塊土地做一點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覺了 嚴重的官僚作風 就這樣 有效的 有計劃性的 將本土台灣人 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所以你們現在拿的那一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後面 右上方都有一個透明的條碼 來辨別你是什麼人 要讓你 考試公務員考試的時候 要跟你加分還是不要加分 美國管不管 他沒有想到 在1949年10月1號中華民國戰敗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 他戰敗了 被趕出他的 首都 當一個政府 離開他的領土 首都的時候 他在這一刻就成為 流亡政府 除非他回到他的領土 他才能 恢復他的政府 不然 他現在 是流亡在台灣 因為他已經離開他的土地 美國管不管 你要管啊 我們台灣人 這樣被欺負 他想管 他沒有想到 萬萬沒有想到中華民國他竟然會打敗 變成流亡政府 然後 還做了這麼多非法的事情對台灣人民 可是 好死不死 1950年的時候發生什麼 韓戰 美國因為要反共 所以犧牲了 台灣 他沒有辦法把中華民國放到別的地方沒有國家要收留他 台灣那時候因為日本已經無暇剛戰爭完沒有辦法再管理我們 台灣無阻 暫時 就只能把他先放在台灣 而且他跟 中共是對立的 所以 犧牲了誰 台灣 但是他知道台灣不能交給他 因此 在1952年 4月28日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 這時候我朋友之前有問過我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2條啊 不是已經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的 主權權利了嗎 那為什麼 你們還說是日暑 日本天皇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他意思是什麼 我現在是不是站在這裡上課 這個地主 他告訴我 這塊地他沒要管啦 他就是交給我使用啦 交給我管理啦 然後 他沒有要管 這個 教室上面的事情 那請問這教室是我的嗎 不是 啊我在用我在管的 那不是我的 他有土地權壯嘛 土地權壯在誰手上 日本天皇手上 他只是放棄了 管轄權 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吼 這個有一點深奧 在法理上 你們可以從新台灣論去 再去深刻的了解 但是 他比較簡單的解釋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 還有殘留的 主權義務 主權義務 我如果要放火燒這塊土地上教室 可以嗎 可以吧 他應該要關心我們對不對 他要關心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的狀況 可是 他那時候已經放棄管轄權 但是 並沒有 簽什麼 土地權壯 割讓權壯 所以台灣這塊領土到現在都還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但是有人會問啊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看羅宣言 公告日本詳書 不是在在的都說台灣跟澎湖屬於中國嗎 對不對 為什麼 三個小孩子吵架吼 吵架的時候 你跟他說這個求是他的 你也說這個求是他的 他也說這個求是他的 叫我要把求給他 可是呢 這個球的發票啊 在我的口袋裡 球是誰買的 我的吼 那我沒有答應喔 我沒有答應求要給他 我也沒有把發票給他 我也沒有賣給他 三個公報吼 單方面的宣言說 你要將 台灣跟澎湖還給中國 可是 日本有答應嗎 有簽條約嗎 沒有 所以 不是條約 不是正式的條約 他都是單方面的認知 因此 台灣 跟澎湖 的土地權壯還在 日本天皇的手裡 所以這有一個概念吼 我們常常啊 會有一個射線 如果在場的各位都是跳蚤 知道跳蚤是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動物嗎 他可以跳比自己高升高100倍 跳這麼高的動物啊 如果我們做一個實驗我們拿一個瓶子把跳蚤蓋起來 你拍桌子他會跳嘛 他會撞到什麼 玻璃 撞到玻璃之後你再拍 他也翹翹翹啦 他會降低高度 他會跳比較低 然後你就把那個玻璃瓶 越換越低越換越低 當你換到接近桌面的時候你再拍 他會幹嘛 他會 用白 他會用爬的齁 因為已經很接近了齁 所以他不跳了他用爬的 當你把蓋子拿掉的時候你再拍 不跳了齁 用白 所以 就從跳蚤變成 爬蚤 預備跳喔 所以在場的各位喔 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像爬爪 有齁 祖北 可以跳的齁 被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管了70年之後齁 不敢跳了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齁 台灣有無限的可能 可以跳得多高多遠 你們相信以後在場的各位有可能 頭上會戴的跟阿拉伯一樣的那個 白色的那個帽子齁 成為阿拉伯的產油王國 你們相信嗎 南海石油為什麼不能開 台灣國際地位會定論 誰可以開採 等台灣國際地位定論 所以 台灣人以後 會很有錢 你要相信這一點 很多人說 台灣換 政府會好嗎 當然會好啊 無論如何都 絕對會比 被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統治好 因為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所以我們要了解 千萬不要自我設限 知道人家在跟我們講什麼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你要想像喔 未來是有無限的可能 只是你要去走出那條路 在2008年的時候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People of Taiwan 這代表什麼 無國籍 如果今天 我 嫁給了一個 菲傭 請問我是誰 對 我就是女菲傭 很可怕喔 不是他變成台灣喔 是我們會變成 女菲傭喔 怎麼有恐怖 跟你有關係嗎 有關係呢 無國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喔 200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灣人無承認 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到現在都還生活在政治煉獄 因為我們從 蔣介石集團那時候來接管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 有效 有計劃性的被排除在 公家機關之外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這是我們首次向 我們的征服者美國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舊金商和平條約 美國憲法提出告述 告贏了 之後呢 美國說我放棄抗騙權 你說的都是屬性 講的都是事實之後 美國應該要做什麼 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我們對不對 可是2009年10月5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布擱置本案代審 為什麼我們打贏了官司要擱置本案 美國說齁 你們有人 吃 我今天呢 將 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請問 你有公務員可以接管台灣嗎 這樣好了 當時啊 蔣介石集團來台灣的時候 他帶1000名的政務官 公務人員 來接管台灣 台灣當時是600萬人民 那台灣現在有多少 2400 都在這邊上課的理由了 因為 我們必須要有 接掌政權的 政務官 你才有辦法替人民服務啊 不然台灣2400萬人民 誰要服務他們 才會擱置本案代審 我們在今年 2月28 我們用第2次控門案 大家都知道嘛 3月12的時候 我們在美國召開記者 說明會對不對 我們 告訴他們說 你們必須 要還政權給我們 我們的4000名 即將到達 所以 請美國履行義務 履行對本土台灣人 應盡的義務 佔領全國的義務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秘書長他有講喔 現在呀 這場各位 禮拜 現在的時間禮拜 都 很幸運 他都說 丁四人有收好兄 有保備 有拜拜 為什麼 因為啊 你看台灣民政府啊 有看到我們很多 中央志工對不對 很多啊 在台灣 民政府都已經打拼了好幾年 可是各位你們進來 今年就可以看到成果 這樣有快嗎 很快 在幾個月的時間喔 很快你就可以看到成果 中華民國啊 他5月底之前 他一定要去美國答辯 因為美國已經寄了 法院已經寄這個 通知書給他喔 5月底之前 所以喔他又傻傻傻 還把他打開喔 看一看喔 又把他寄回去 拒收 說要這樣 所以說喔美國很熟悉 那你 是 受到還是怎樣 不管喔 你若是不出來答辯喔 我就直接判了 直接判了喔 所以 這一張身份證沒有辦的 趕快去辦 這一張在我們的 今年1月1號 已經 全球194個國家 是可以通行的 這個晶片喔 你若是把我們的那個 身份證拿起來 這樣看有沒有 他裡面有12道晶片 防衛晶片 這個你去美國白宮 進去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這已經全 全球194個國家通用 我們公民權利法案也通過 還有我們前幾天 還通過那個 我們的基本法 所以 現在 台灣民政府完全照著 政府的運轉模式在運作 所以各位的腳步要快一點 我們下一個禮拜就有過五關 大家知道嗎 過五關喔 點招值錢訊 可以還有高級班喔 可以的趕快過 因為我們現在 人趕快補上去補滿就沒有了喔 補滿就沒有了喔 所以中華民國等不等於台灣 不等於台灣喔 以假亂爭侵騙 台灣 70年了喔 剛開始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有沒有 今年啦 如果現場在場各位應該這個問題會比較少 可是以往 大家都會說 你們台灣民政府為什麼不打廣告 為什麼不上媒體 請問媒體在誰的控制之下 中華民國的控制下喔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什麼 台灣管理當局 這個是事實喔 這個是事實喔 因為呀 我呢 在 4月26的時候 台中州 大遊行的時候 我才接受過自由時報的採訪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喔 當你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會怎麼寫 很多喔 之前的媒體 大部分都是 給你訪問有沒有 明明是 10分鐘 的影片 他就喔 把你裡面喔 罵人的那句話給你剪接出來 就一分鐘 然後就播 然後其他的前前後後全部都剪掉 然後當你跟他抗議說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喔 他下架 可是怎麼會有 不會有了喔 而且連記者都直接透露 他們喔 不是想要把我們寫這樣 可是 上面會講話 他們有沒有上面 上面是誰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喔 台灣管理當局 但是今年 整個局勢的改變 大家都有看到報紙喔 如果有看啊 台中州的這個4月26 自由時報的 這篇報導 這是我們喔 長久以來終於 超級正面的報導 大家去看看 應該 出去問就都有喔 非常正面的報導 千人見走 走出 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化 我們的標題喔 所以 媒體的正面的報導 代表什麼 局勢的轉變 而且我們現在 你只要上 可能 蘋果的電子報啊 然後 中國時報 我們也有上 電子報 我們也有上廣告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點都可以進去 我們的官網 所以 現在我們不在 默默無聞喔 你要想 只要台灣民政府 一要上 媒體的版面 搶著進來 台灣民政府的人 會非常的多 包括 通過所有的政黨 捏造 台灣歷史真相 這個就不用講了 一定是假的 大家都學什麼 康熙乾隆雍正 中國跟我們有關係嗎 我們學這麼多 他們的歷史到底要幹嘛 我感覺現在有沒有覺得 很無聊 都沒有學台灣的歷史 有沒有 然後慈禧啊 武則天啊 那個 一直播到底是有事嗎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 肇事選舉 你拿著中華民國的 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總統 投他的議員 你就是 要成為 他的人嗎 所以 台灣民政府從很早之前就呼籲 不要去選 因為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才去選他的總統啊 他在台灣所做的事情都是 違法的 他的體制呢 台聯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請問他在誰的體制之下 中華民國 那請問他有辦法 對抗中華民國對抗國民黨嗎 他都在他的體制之下 阿扁上任的時候說什麼 四步一沒有 他上任之後才知道台灣真正的歷史地位 我齁 我齁 我有一個朋友齁 他每天都在給我贏 因為他是一個建商 好亞人 然後齁 都跟一些立委議員在一起 他就說我不是不相信你們 我相信你們的歷史絕對是真的 你們的法理論述絕對是真的 可是啊 那些議員跟立委都說 不可能啊 可能沒聽過啊 我說當然啊 連阿扁都不知道了 你想他們會知道嗎 對不對 連阿扁都要上任才四步一沒有了 你說呢 就算知道他也是被控制著 因為他在什麼體制之下 中華民國體制之下 蔡英文他有發表過一本書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有出過這本書上網一查就有了 然後呢 所有的政黨就開始攻擊他 說你氣笑啊 可是呢 他講的是事實啊 可是他到現在都還在哪裡 民進黨裡面 能脫離嗎 很難喔 這就是唯一能跳脫所有的政黨體制的只有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一個政府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不是台獨組織 我們不是民間團體 我們是一個由美國軍事政府授權 下成立的 台灣平民政府 這點大家很清楚喔 中國齁 台灣其實都快被賣掉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我 前 上個月 上個月 我姊姊跟我說齁 咩我跟妳講 我真的齁 非常的討厭中華民國 我說我知道啦 大家都很討厭中華民國 我家人大部分都進來台灣民政府 然後我姊姊就跟我說 我們公司齁 快被他賣給賣啊 我說 這個話也不能亂講齁 我們人要公正嘛 公平公正公開 有事實才能講你也不能什麼事情都推給中華民國對不對 可是他說我有證據 我說什麼證據 我姊姊她是在賣這個 布幕 他們公司 投影機 投影布幕的 投影布幕 投影機 台灣的製造商 他們政府 每一年都會去 補助 那個公家機關 像是學校啊 什麼的 讓他們去採購這些器材 那我姊姊的公司就會去配合嘛 一開始 一萬多 然後七千多 六千多 一直到上個月變四千多 請問四千多 可以買啊 買去嗎 請問四千多跟誰買 跟中國買齁 上淘寶網買得到啦 有沒有變相的在搬台灣的錢 你 這些東西連台灣 我們的製造商都不可能嗎 可能的成本都快不值了 怎麼賣 怎麼做 這樣不會倒嗎 這個是發生在 實際發生在親身經歷上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台灣有很多的制度跟政策 都在默默的 賣我們的錢 我們都不知道 按你們 公家機關的錢是 誰的錢 納稅人的錢 有沒有繳稅啊 有吧 然後 要跟中國買機器 這樣講對 所以這個親身的經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原來 在你不知道的政策之下 原來台灣人為什麼會窮 台灣經濟為什麼會不好 有人在搞鬼 在我們不知道的情形下 不知道的政策下 不知道的政策下 很多 這個就是我們在當時 蘋果日報刊登的廣告 台灣民政府的廣告官網 台灣民政府現在一直在曝光當中 所以 進來台灣民政府的人會非常的快速 所以大家 如果下個禮拜可以 五官過一過 選 以你的 官材去選適合你的職務 來為台灣 你還敢相信 你看到的是真相嗎 看到的新聞媒體 你要會去判斷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大家有看過這個logo嗎 有沒有代表台灣參加過 大大小小的奧運 請問上面有沒有台灣 沒有齁 Chinese台北 沒有台灣兩個字 為什麼他要代表台灣參加那麼多奧運 所以 這代表什麼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有真正關心過台灣嗎 沒有 我看到這個 以前啦 看到這個我也無感 我也不曉得 他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才發現 原來 中華民國 從來就不等於台灣 裁軍 行政院廢止案 大 新平潭島的建設 國共和解 這個都代表了什麼 一個正常的國家可以裁軍嗎 一個正常國家 需不需要軍隊來保衛他 需要 那裁軍為什麼 因為美國跟他說 拜託勒 讓人化痕 啊 你又是流亡政府 請回到 自衛隊12萬人以下 為什麼 因為 一個流亡政府如果他擁有的軍隊超過 自衛隊12萬人以下 他在國際間稱為 恐怖組織 所以 裁軍 他也不能在台灣合法徵兵喔 因為我們不是他的人民 為什麼要裁軍 原因就在這裡 要跑啊 必須裁軍 不然一個正常的國家 需要 我們當然需要國防啊 行政院廢止案 你打上去 他不是一條兩條 他是 啪啪啪一堆的喔 然後呢 一堆的行政院廢止案 你隨便點一條進去 廢止 國防部 軍醫 組織條例 馬英九 我們不需要嗎 我們不需要國軍不需要什麼 行政院廢止案還不是只有一兩條 一個正常的國家為什麼要廢止這麼多的條例 因為用不到喔 他要走了 他要退到 他的領土剩下哪裡 金門 馬祖 還有 平潭島 政治台灣 創造一連串的假象 很可怕喔 你們看到的平潭島有看過這個新聞嗎 這個新聞喔 當時也是一陣子一直在報 一個小小的漁村 兩三年間 建設成一個 科技城市 他想要複製一個台灣 列財 什麼叫列財 當時喔 我爸爸啊 他算是 政治狂熱者吧 然後 我在跟他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呢 他基本上是 不太相信的喔 不太相信 這時候啊 有一天看電視 我們在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問我 問我 問我爸 爸我給你問喔 為什麼啊 台灣人啊 可以去到 中國 當官 可以去到中國的平潭島當官 為什麼 我爸就跟我講 我給你講 我也不知道 終於贏了喔 我爸終於不知道喔 他 他 就回答我說 我也覺得奇怪 而且 前幾天晚上 他鄉鄉喔 我那天 我們那個宣傳單發一發 回家啊 我從包包裡拿出來 其實我是無心的 我就喔 那個宣傳單 上面有那個旅行證件嘛 還有我們的身分證 我就丟在那個 客廳的桌上 然後我爸喔 有一天我要睡覺而已 他跟我問 你那個旅行證件要怎麼辦 我就自己看 說你要辦 對啊 我要辦啊 我想說要去香港啊 我說你真的要辦 啊不然你們那個 辦事要多久 我說需要時間啊 可是你想辦喔 對啊 如果他這個 很多國家免簽證 那可以省很多錢 我說喔 你是我的心急喔 可是呢 重點 他相信了嗎 雖然嘴巴說不相信啦 可是 他要辦啊 而且他回答不出來喔 為什麼 台灣人可以去到 中國的平坦當官 因為 國共和解 你看這個 有漂亮嗎 這是哪裡 平坦島 的建設藍圖 建設台灣喔 沒有錢的時候那個馬路就開始挖了有沒有 建設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拿誰的錢去蓋 我們的納稅的人的錢耶 拿去蓋他們要撤退的家鄉 這樣有 可怕喔 蓋自己的家鄉蓋得很漂亮 台灣沒有錢 就坐馬路 所以 這代表什麼 要撤退了 國共和解喔 你知道 當他們簽 ECFA 服帽 有沒有看到這個學生 在幹嘛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被衝倒在地上 抗爭 抗爭的時候 去抗爭什麼 服貌 反服貌 ECFA 結果呢 我們前幾期 ECFA跟服貌 從頭到尾都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 跟台灣有關係嗎 是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他們簽訂的國共和解 這樣他才可以撤退到中國的平均 大暴動的時候 他就做什麼 發一個貼子給你貼在胸口 我是台灣人 這樣而已 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保護你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他在國際間本來就不被承認 所以台灣國際地位要不要正常化 要 這個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們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你一定要去做 你們想像 如果台灣啊 有一天 可以沒有貪污的世界是不是很好 我們現在啊 清淨土石流 八八風災是不是很嚴重 因為什麼 官商勾結 非法的蓋民宿嗎 水土保持沒有做好嗎 為什麼 全部都是為了錢啊 工業區很多都荒廢在那裡 還在蓋 然後 一直要談我們的水土保育的區域 要在蓋工業區 只為了 錢而已 以後台灣民政府貪污為一死刑 好不好 好 創造一個沒有貪污的世界喔 台灣啊 最早期叫什麼 FORMOSA 美麗之島 如果台灣有一天 能夠把水土保持做好 我們可不可以再回到FORMOSA的世界 可以 好好的規劃 每一個建設藍圖 如果 如果日本啊 如果日本啊 大家有看過日本的那個人孔蓋是不是都在 人行道 那你騎摩托車的時候就不會回家就擺頭 如果以後 我們國土交通省也把它規劃到人行道上好不好 好 好 現在有沒有突然可以為台灣的社會做一點點事情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迷失的台灣是什麼 我們最重要啊 一定要導正我們的 歷史觀念 我來到台灣民政府 到現在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使命感 在座的各位童心 你們有想過 你們有任何一個人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今天的一輩子啊 你有沒有辦法 為這個社會做一點點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通常你會覺得做不到 因為覺得自己的力量很渺小 可是如果 今天台灣民政府給你這個機會 在場的各位每一個人 你們都有機會見證台灣歷史的改變 你有沒有覺得 很偉大 如果能為台灣 做一點點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現在給你這個機會 你要不要全力以赴 要 真的要 所以 好好的選擇你們的職務 依照你們的專才去選擇你們的職務 然後好好的為台灣這塊土地做事情 然後團結起來 發揮力量 好不好 有沒有信心 謝謝 謝謝大家 拍攝 謝謝 敬請